廣州人救嫂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我在廣州 可能是菇流廣民一點 我覺得比較少看到這部作品 為什麼高州原劇團會選這部來演呢 廣州為什麼會示威這部戲呢 我一陣子就告訴你 我先糾正你一個說法 一個了楊哥 在夏聖府 差不多是劇團製作這部戲 是啊 原來那部公司的 大小劇團製作 是啊 可取之處有什麼特別 為什麼這麼多劇團都演呢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特別 有時候就告訴你們 是 賣這麼多關子 因為這部戲如果看過總體來 你會覺得 前置曲折離奇 荒誕不驚 可能就是因為夠特別 而且矛盾衝突又多 觀眾又看得過癮 所以劇團就經常傳演 它離奇也出奇 有多出奇 周仁呢 先糾正你先 但這部戲是周仁救嫂 但這部戲是周仁救嫂 周仁憲嫂 周仁憲嫂 後來是陳奔利的團隊 要周仁憲嫂 為何要憲嫂呢 為了救個朋友的老婆阿嫂 要用自己的老婆代替 所以她代替的時候 叫做我憲嫂 所以人家誤會被人憲了阿嫂 其實呢 說真的 憲哥是老婆 周仁憲嫂 對啦 應該是周仁憲嫂 有何理由這樣 其實在劇情當中 我們可以編 但在現實生活當中 這種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 絕對不行的 有何理由為了兄弟 就肯去老婆去呢 是呀 誰都不用 老婆沒有肯去 老婆沒有肯去 是不是很出奇 先 反映這個問題 我就思考了 我覺得 語劇常常說 改革啊 創新啊 這些舊的觀念 舊的價值觀念 即現代人絕對不行 我們的價值觀念在不同 是吧 完全不合格的 首先我覺得 不會要改的 是這樣的 為現代官員能夠 只要受的價值觀念 即符合現在的社會 是吧 好像我們兩個 一個好像寶珠姐 我們的四哥 這裏很大汗 我想說是水珠姐 對呀 為甚麼 你媽媽不答應我 這裏 這是河西老師的建議 如果有機會再演的話 在劇情方面 或者在意識方面 可以有少少調整 我不是很準確 先看戲 好呀 看觀眾接不接受 或者觀眾喜歡 繼續去看周仁舊手